本讲我们来学习一下防火墙及系统设置 首先我们来打开控制面板 进入系统和安全选项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 属于是温期基本课程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不过多详细的去讲解一些高级的设置 我们会在相应的课程当中来进行学习 好了 现在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Windows防火墙 Windows防火墙 我们来看一下进去之后 事实上在我们很多操作电脑 大家都知道需要装煞毒软件 那么本身可能也有防火墙的功能 事实上温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防火墙功能 防火墙可以帮助我们防护黑客 或者说恶意软件从互联网来访问我们的计算机 在这里呢 它有一些高级的设置 在这呢 我们啊 默认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恶意程序去访问我们计算机的时候 它会给出提示 来通知我们是否通过 这个在大家应用过程当中 我相信大家会发现防火墙可以保护电脑的安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系统 这个曾经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讲过了 我们可以查看计算机的基本信息 另外有设备管理器 那就是硬件的相关信息 还有远程设置 那就是我们是否开启3389端口 进行远程控制 还可以呢 进行系统保护 因为开启了系统保护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还原到啊 一个比较早一点的状态啊 这也是电脑修复的这样一个啊 方便的功能 系统高级设置 这是前面我们讲过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讲了 虚拟内存的设置啊 这个在其他的电脑里面 我呃 系统里面我们讲过 在这里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呢 这个内容和其他操作系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暂时先了解啊 通过这里 我们可以进行设定 可以进行设置 好 本讲我们说了一下 温期里边强大的防火墙 以及系统设置里边的一些内容